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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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管他的 對不管那個是兩個人 背罪背背水一戰的那種 那種 那種感情 對還有那種 那種 我們終於連結在一起 然後站在同一條線那種 怪異 就是啊你們終於聯手了 凱羅人你要回光明了 你終於回應了 對 然後還有就是那些龍蝦兵 其實也不是個小咖耶 超強的 我跟妳講很多人 他們應該是最強的當兵們 對 我每次看就是常常會有那種 像法師馬出來一下 就被丟掉了垃圾桶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很多 那個波瑪菲特也是啊 出來就掉到 掉到那個 那個異形洞裡面去 很可憐啊 然後 很多很多那種 那種 就是一幾秒鐘的角色 但是龍蝦兵他們 他們雖然也是 龍蝦兵 他們已經叫龍蝦兵了 已經習慣了 每一個人的 構型都不一樣 武器都不一樣 然後還有那種 像打碰一樣可以把它拆成兩把的 然後還有鞭子的 然後他們的那個 劍也變成鞭子 對 我真的覺得他們在設計這一場 戰役的時候是非常非常非常用心 而且我覺得非常成功 不管是在情緒上面 然後劇情上面 還是他視覺上面的精彩程度 他們在那個基地上 納特的那個 寶座那邊 那個場地 還有他們那個龍蝦兵全紅色的 然後還有那個視覺張力 就是在他們轉身背對背貼著的那個時候 他們用了非常具有戲劇張力的慢動作 然後我們就在那一瞬間他轉身的時候 凱羅人一轉身 然後兩個人對望一眼 然後看著龍蝦兵 然後大家就開始 拿著就這樣砍下去了 那個情緒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張力 那一幕那一幕是很熱血的 對 所以我覺得 所謂的這一集的光劍打鬥並不精彩 我覺得大部分人是不滿意 陸克跟凱羅人 你根本沒交建啊 完全沒交鋒嘛 每一個人 每一個 每一個看過的人 沒看過的人 不滿意的人 他們都有各自的不滿意的點 這點其實可以接受 對 但是我說真的 第八集的光劍對決是 我看過光劍對決最有意境的一集 最有意境 意境真的很棒 你看那個 他的打鬥有一個象徵性的那個動作 因為他後面啊 電影到後面 越來越多這種鏡頭 他前面都還沒有啊 他後面有很多那種很慢的動作 然後感覺起來像一幅有點像是那種 比較接近有點像蝙蝠俠對超人那樣子 一個那樣子的一個鏡頭 一個人對抗千軍亂嘛 或是兩個人 互相搶光劍的那個動作 那個東西每一個訂過來都可以當成一個很漂亮的海報或是什麼 而且如果你們仔細看就是 陸克對凱洛倫他們對決的畫面有沒有 他一下子是陸克這邊 那個 那個一下陸克這邊 然後那個凱洛倫這一邊 然後背景是那種昏黃色的感覺 那種西部對決的感覺 你知道有人說就像那種 小四郎對武藏對決的感覺 那種意境 然後後來轉個身中兩個姿勢對調 有沒有感覺那畫面真的可以拿來當作一個桌布超漂亮 超級大 李彥曦先生說 怎樣 各星球種族都有絕地武士的話 就算也血統 也不會是單一神器 我正想講那個彥曦講這一塊 他不喜歡75塊講的這句話 那我來幫他把這75塊把它補充的更多一點 好 事實上 只要你是生物 你不要講 其實就像是無生命的人 無生命的東西也有原力存在 原力是圍繞在四周的 只是說剛好我們會行動的生物 他可以把原力去世到我們看的到而已 事實上大致然間有原力 所以像彥曦講的 各個星球種族都有絕地武士的話 沒有事實上不是的話是真的都有 所以你看看一二三的時候有沒有 絕地武士有什麼人都有 你看你看那個複製的或看打抗軍奇異 什麼絕地武士基本上什麼人種都有 對啊所以本來血統就不是單一體系 只是說剛好我再次強調 剛好心戰的一到六都是圍繞在天心的家族的故事 只是剛好而已 對啊 所以他一般人都是在 一般人都已經 他會直接以為說天心的家族最強 事實上不是 不是 只是剛好這個故事在講天心的家族而已 這點是我想 這點我覺得是第八集特別想要強調的一點 我覺得剛剛講到這一段 我反而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其實從七八部曲 就是你會發現非人角色的那個 的戲份變少了 就是大概在盧卡斯的時候他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堅持 他希望能夠加裝一些非 非人類角色的戲份 所以在 因為他在玩特效 對然後在帝國沒有他 我覺得他是真心的 想要做那種 啊這個未來的世界 就應該要有外星人 然後這些外星人 應該要很跟人很不一樣 所以在帝國大反擊裡面 才讓一個絕代 就是 是 是一個那個小矮人的形象 像 尤達這樣子 他還不惜重本 去讓尤達 你知道 這真的挺麻煩 他大可可以找一個老人來演 你知道嗎 但他不要 他就是一定要 用布偶去弄出尤達這個樣子 然後你看到後來的那個什麼 首部曲啊 二部曲三部曲有沒有 尤達到最後戲份越來越重 這樣子 可是大概七八部曲 你會發現人類角色又 又變成重心了 對 他們雖然還是一直不發 有讓一些 魚頭人跑出來 或是那個什麼 童子頭的那個 的那個什麼 飛行員 我每次都覺得他頭盔 應該是很難戴 他頭太大 但是 你會發現他們的戲份 就沒有很多 就是 我到尾在懷疑說他以後 會不會再增加這是一個 因為目前我覺得他們 目前還是希望能夠把那個 的 Front Rest 中心 我真心覺得他這一次的那個搞笑用的算是不錯 雖然有很多人在那邊講那個 賭場的部分 但我跟你講 盧卡斯 有一部分的反論是在講說覺得搞笑部分太多太迪士尼 盧卡斯自己才搞 才才常常搞笑搞到失去重點 他自己以前 他以前456的時候 我覺得沙子還好啦 以前456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他早就想弄 只是他一直都 沒有辦法那個時候就是 或當時的技術成本不足以弄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到97年版的時候突然間就開始亂套 像絕地絕地大板公那段有點要暈倒 前面氣氛很速殺 那個莉亞或者是那個陸可進進去那個什麼假巴的那個 那個什麼的那個 巢穴 然後突然間來一段歌舞 突然間停下來唱歌 那個才奇怪 那個真的很詭異 然後來到那個首部曲123的時候更是 恰恰賓克斯 你從頭盧到尾 都會讓那個氣氛 整個都整個大 大跑 你知道 二部曲也還是啊 雖然我也覺得R2D2在二部曲那個會飛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他完全 他才 他才脫細 那個東西完全不是重點 因為我覺得手部那個什麼前傳三部曲最大的問題就來自於 他的他太粉心 他故事常常很很很少把他那個放在那幾個主角上面然後他又好像 講一講就又好像有離題想要講別的事情 拜託你是盧卡斯你不是半屏出 半屏出常常離題 但是盧卡斯你講 拍一部電影 不要離題 啊那個 我常常講 主角是安娜丁 你好好的講安娜丁或者是歐比好像故事 不要再跟我看R2D2跟 C3P0的事情 哎正傳尚解如此 我覺得那個什麼第八部曲已經好很多 他那個什麼 賭場其實算是一個致敬 好像美美好像 現在每個系列都總要來一個賭場 四部曲賭場 對然後那個七部曲又讀 又來一個那個 又來個酒吧 然後八部曲再一個人家 再一個 來一個比較輕鬆的場合 對啊 那個場合真的 輕鬆的場合都會有很經典的音樂喔 七部曲有酒吧 我覺得那一段算是 已經夠夠少 真的還蠻少的有點小 有點小開玩笑 但是但是 其實也 沒錯 八部曲裡面啦 就是分跟洛斯的部分啦 節奏最快 其他幾個都很很沉 大概只有分跟 分跟洛斯的那個節奏還維持在那個 原地覺醒的狀態 所以你會覺得他們很奇怪 但是事實上 原地覺醒就是這麼奇怪 你們都不覺得 可是所有人節奏都很快 然後 只到原地覺醒 到那個 最後決定 大家都開始慢下來 只有他們還保持這種 快速交朋友的狀態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很奇怪 對啊 但是後面我覺得 他也到後面 我覺得那一段也很棒啊 因為班尼西歐雷脫頭的那個角色真的很厲害 那個完全顯示了一個很厲害的演員該怎麼在段時間內抓住你的心 就是一個痞子 這痞子 雖然說這個痞子一直以來算是 他大概是最 放最少心進去的一個演員 因為 他在過去的電影裡面常常在演這種角色 我最早看到就看那個偷拐搶片 然後這個角色根本就偷拐搶片了他 我還有點喜歡這個角色 我喜歡啊 我只是覺得這段很可愛 就是他 欸 你們有沒有看到偷拐搶片 就是那個時候 班尼西歐戴托羅 雖然才一點點 他進去搶鑽石 搶鑽石 然後那個老大說 那個什麼 你可不要去賭場 然後他腦袋裡面 他內心已經開賭了 你跟他講 你不講還好 他內心就 他也講說沒事 你不會啊 然後他就是把那個個性的人跑來這個地方 只是 他沒有死 所以他讓他 讓他在這裡面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 戴托羅很厲害 他真的有辦法 他出場時間真的超少 細分也少 但是他就是有辦法讓你 你很難忘記這個 我想他以後應該細分會更多 對啊 他應該是 新時代的Solo 你知道嗎 但是他比Solo還未 他比橫Solo位所非常非常多 因為Solo以前 被人家說法就是gambling 他是個賭徒 銀河的浪子 你知道嗎 只是我們很少在456 裡面看到他在賭博 但是事實上你自己思考他開那個什麼 他開那個千年鷹做各種事情都是一種賭博 因為他從來不講機率的 而且重點是要是 這種事情他都是 做完之後才考慮 對啊 有沒有 西部曲的時候 我要從光束衝過去 可能嗎 這種事情我通常做完都才開始思考 有沒有 對 他是到第七部曲才開始解釋他的事情 他以前從來就直接就做 都不講直接幹 對啊 就不要再跟我講機率 通常都是C3PO在旁邊 什麼之類的 直到後來 我覺得後來算是 帝國大反擊裡面算是公主後來知道 大概了解他的想法 所以後面有幾段就是那個什麼 公主主動去把那個C3PO關掉 那段真的很好笑 就是一直在那邊碎唸然後那個 韓Solo就 就是什麼大概那個時候招一招手然後很 聰聰間然後 那個時候跟利亞公主 拜託拜託 利亞公主就去把他關掉 我覺得關掉那段真的很好笑 C3PO就停掉了 就在那邊就坐在旁邊沒有動 這樣 對啊 Alright OK 要補充什麼呢 各位 剛剛不是有提到就是說 七部曲跟八部曲 有 不典貫的情況 那種感覺發生 就覺得其實應該講是更完整一點啦 因為他沒有講得很完整 像李宇凡的感覺就是 為什麼第一軍團他的 第一軍團的矛盾超多的感覺 一下子去那個原力覺醒剛結束 那個史諾克就出來了 哇塞 他的直接 他的作件直接出來 對啊 我覺得 這一塊覺得感覺也太趕了一點 我覺得這個 這個不連貫的部分 可能要有 可能要從兩個面向開始講解 第一個面向就是 剛剛錯大講到的一個謎題 謎題沒有解開 然後對 但是有點像是 就是包了一個很大的禮物 然後等到聖誕節把它打開的時候 發現裡面 什麼都沒有 那種感覺就是落差 但是落差超大 所以 大家會覺得不連貫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 謎題都沒有答案 就是剛剛錯大講的 非常重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第二個不連貫的原因是 強弱的不一定 強弱的不連續 嗯 那個 有點像是 反抗軍 在最後的時候其實好像沒有這麼弱 在 然後 第一軍團好像也沒那麼強 但是在 在發布局的時候突然他的那個 差好多沒有 突然間出現了無畏劍 失敗人了 What 莫名其妙 反抗軍就只剩這麼一點點人怎麼回事 中間又發生了 他怎麼這麼多旺人 這麼多戰艦 對 就很莫名其妙啊 他們不是 無畏號 哇操 對 很奇怪 然後 而且那個時間點 時間點其實沒有差很多 陸客跟Raid 面對面的那個時間 兩個禮拜吧 陸客他們 陸客跟Raid 見面的那個時間 也就是說他們這個故事的 時間點是 接在一起的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過 甚至沒有過幾天 甚至是 只有過幾分鐘的 這個情況而已 結果 幾分鐘之內 反抗軍就不見了 然後 Raid變得好厲害喔 直接可以跟那個 還可以救那個 凱羅人喔 對啊 這邊我 這邊我倒是覺得還好 對好 直接走到是怎麼跑的 到底 對 第一個是設定上面 的一個 大落差 然後第二個就是剛剛初代講的 謎題沒有解開 對所以 為什麼會有 不靈幻的感覺 我覺得有這兩個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 實際上 實情片上 畢竟 導演的風格不同 所以會產生落差 因為大家 他們兩個人 考量的點 跟想表達的東西 一定是不同 不同 對 所以他們會有落差 也是那種 電影風格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有落差這一點 不管是 新戰民 或是喜慌 或是不見影的人 都沒有辦法去 否認這件事 對 這倒是 對 那個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就算 就算是 就算是那個 這個的不連關係 蠻蠻蠻明顯的 我覺得 呃 好 我覺得是 我覺得那個什麼 時間差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呃 我其實並不覺得 覺得怎麼樣 因為沒有 因為 好 這可能是因為電影看多了 我大概已經知道平行剪輯這件事情不代表 不代表時間真的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那個 你把瑞跟那個反抗軍的故事撿在一塊 不代表他們同個時間發生這件事 對 所以你也可以想說瑞其實在那個島上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是有可能 不可能啊 你看 那個 你看喔那個 呃 有沒有 重點是因為Finn 那個Finn跟Rose 嗯 他們有說 他飛到Contour Bike只要多久 嗯 然後呢那個吳衛艦 打那個 吳衛艦打那個 吳衛艦打那個反抗軍那艘船 嗯 再次追兩天 嗯 對啊 對啊 但是那個什麼 瑞說服Luke的時間到底有多長 我們不知道 我懂你的意思 對啊 他那一段是蒙太奇 你剛醒過來 你剛醒過來 對啊 他到底花多久時間才跟他講話 那個只是他只是跳檢而已 又下雨然後又白天幹嘛的 欸 你怎麼知道是不是過一個月後啊 那個 我要複意一下 在技術層面上 對 那個 交叉檢節的確不代表兩邊的時間是同時進行的 我了解你 有些交叉時間 但是他的確是會在心理層面上讓觀眾誤以為 對這好像同時間發生的 我會以為國媒體 可是事實上 搞不好Fim昏迷了很久 有沒有 嗯 Fim 搞不好Fim其實昏迷很久 Fim搞不好 對啊 Fim搞不好昏迷很久啊 對那 因為這一點那個什麼 最近 就有一個導演太喜歡玩這個 喔 克里斯多福諾蘭 他在黑暗騎士裡面玩那個你就已經知道說幹他每個東西都交叉簡但是他每個時間都不一樣啊時間線都不一樣只是最後 同時匯集在同一點 那他最近最近的去年的敦克爾 敦克爾克啊也是這樣子啊多明顯啊他 飛機的時間線跟那個什麼 船的時間線完全都不一樣 但他最後有經過有沒有他有經過就那東西是其實是更更早之前發生的事情之類 他只是把他做的更明確而已 那他這邊交叉簡單但他其實我就覺得他也沒有要你去思考時間這件事情 對但是我覺得 會開始思考時間這件事情其實 因為我為什麼 當下我們我看完了都從來沒去思考這件事 因為我 我已經被他很多東西說服這些東西其他其他的小問題其實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對那個已經根本連想都不去想 那你會開始去想了其實是 基本上沒消化過後才會去想 一方面是消化過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可能你如果當下已經在思考這件事情其實你就就沒入戲 就像小就像那個有人說那個莉亞像小龍 我在看的時候我怎麼會這樣想 我那時候哭都來不及 可是如果沒有對他沒愛的人就說就笑出來 就開始會覺得有問題 那會一直不斷思考這些事情或者一直不斷說你這個川芳的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入戲 所以在這一點其實我覺得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其實在這一段時間因為 講故事本來就是就像是 就像是 男生看女生一樣你你喜歡什麼樣子的人 那別人跟你不一樣你你都不從來都不會覺得說你怎麼可以跟我不一樣 那或者是吃飯沒有我在想我在找那個比喻嗎 有人喜歡吃辣 或者是有人那個什麼或者是有人喜歡吃意大利菜之類的東西 那你不喜歡你喜歡吃牛肉 我怎麼會不會搶到意大利菜 沒有啊 剛剛你有看到法師馬吃意大利麵的圖嗎對不對 我搶給他了 就是那個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果真到這樣子其實你只能說這個導演的東西就不是你的菜 但是在當下我只能說 我可是我也覺得這可能也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其實看電影真的認去挺寬的 我在看的時候我其實也 像剛剛你講光劍那個部分我其實也很認同 但是我有的時候像 我也覺得有些人可能是希望對方像真子彈那樣子能夠我看然後那個時候能夠做出非常花俏的跳躍動作幹嘛 因為以前我小時候真的覺得那個他們打的挺厲害的 然後達斯莫在打的時候我也覺得好厲害 我翻金斗 因為從我小的時候證明就只要你 你不管怎麼樣啊你打架會翻金斗你就是厲害了 小的時候都這樣子啊你看 小虎隊 你迷誰 中間那個會翻金斗會空翻 拜託會空翻的就厲害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啊那個連路可都要翻個金斗來表示他原力充沛嗎對不對 所以 達斯柏更是翻金斗其他幾個你看 那個什麼其實沒那個那他也要就算是他們本身沒武術底他也要彈一下這樣子 翻個金斗 對他他為什麼不直接跳過來啊他一定要翻一下 翻一下不是很容易被他串燒嗎 但不重要那個動作很厲害 所以重點來了 瑞沒翻金斗他不夠強嗎 對不對 路可沒翻金斗嗎 對路可只有鐵板橋而已 他就這樣子而已沒有 凱多倫也不夠強 凱多倫沒翻金斗 重點來了 你就是要讓那個什麼 導演最大的錯就是沒讓他們翻金斗 你懂嗎 不管是翻金斗他還要連翻好幾個都不會停下來 那種最厲害 你做大的 跟私心吧 沒有 可以撿可以撿可以撿 今天晚上最精闢的言論出現 哈哈哈哈 沒有翻金斗 沒有你自己摸著良心 你以前怎麼覺得他厲害 翻金斗啊 空中踢三腿我跟你講 以前徐克也跟那個什麼 李連結講過了 你踢太快我看不到 你要連踢好幾速度放慢一點 讓我才覺得讓你我覺得你很厲害嗎 所以動作 一定要花俏 而且花俏當中還要有一種力度 力道 對那當然 目前的這種 打架當然就是 只有象徵性的動作 所以當然你跟 象徵性的動作唯美但是那個什麼 沒爽感 所以我就說 玩武術派的人就希望能夠看到他 多做一點這種動作嗎 對不對 那個 金石的成效裡面的那個林小樓 最受歡迎 是因為他的 他有翻金斗啊 對你看 重點就來了嘛 一定要翻金斗 告訴你 那個什麼 台灣人就愛看翻金斗 你知道嗎 演技不好 沒關係翻金斗 快點 就 可是我在YouTube看過一個 超爛西極片 就是那個最後就是那個 壞人跟好人決鬥 然後他們打不起來 所以他們一直在那邊翻金斗 這個 這件事情也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我 現在才發現 你知道你之前有一部電影叫空炮 虎賀雙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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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賀雙刑那部片 其實他是拿那個以前的那個中國武術武俠片拿來搞笑的 你知道嗎 但是我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人其實他專門 他以前的笑話是那個 他以前的短片是那個拇指鐵達你好 就用拇指版的那個 炎鐵達你好 其實 我後來覺得他其實還蠻 蠻懂那個梗 他其實都一直在嘲笑那些事情 像是 裡面有幾個鏡頭像是那種 會突然間推進 你知道 就是 大概在 大概在一秒之內突然間從遠景到拉到你的那個臉 臉部特寫 然後 這是以前武俠片真的很喜歡玩的東西 然後他有一場戲就在那邊 然後敵人就 然後 他就開始被拉個不停 然後 然後在旁邊有一鏡頭 怎麼是一個比基尼的女孩子 不管 他就是在那邊亂拉 拉到後來 你如果懂剪接或者是懂這個那個什麼鏡頭語言你就會被他弄到快笑死 然後裡面有一段也是在講說他後來在那個什麼 進去某一個那個武術的那個 學校什麼的然後他就在那邊當時刻 然後他好厲害啊 就是他 裡面有一段那個蒙太吉在顯現他多厲害 就裡面就有一段翻金斗 翻金斗不會停下來 他還他他他故意把那個什麼翻金斗的速度調成好像你車輪的那個速度 你知道就是車輪這個 你用眼睛看車輪他轉久好像車輪的速度會好像有點變慢 他就故意的就翻金斗 他就是在笑你說 你說你現在覺得一個人很厲害就是因為他做了一些體數 那這個體數已經強到你說 不可思議這個超厲害的 翻金斗那個什麼翻到你都已經看不到 速度已經那個什麼回轉速度已經不到幾圈了這樣 他還可以那個什麼 一開始什麼伏地挺身有沒有 他不只單手伏地挺身他可以用吹氣讓自己扶起來 他太厲害了 裡面就有很多這種搞笑的梗 但是這其實他就是在嘲諷你們 我們一般觀眾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你內心 對於強 武術能力底子很好 你內心有一個刻板印象 那幾個刻板印象突然就是 你最後那個腿要抬得很高嘛對不對 腳能夠舉到你能夠劈腿然後腳舉到你的頭 對不對或者你可以回旋踢 然後再來就是翻金斗 我剛剛搜尋到了我剛剛講那個超爛西極片的翻金斗那畫面我把那個關鍵字貼在那個 我們頁面上 我們的留言上面大家帶回去直接到Youtube搜一下 用翻金斗發電 這個嗎 不是 你說你 你貼在留言板上面 有沒有貼在留言板 Ginja Knight Sunder Fox 我知道我知道這一部其實那個窮騙王也有講啊 對對對 對打然後翻走然後翻走以後那個什麼 一個亮相然後再翻回來 他們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那部片 那部片好笑不只是好笑在這裡 是因為很多很多動作完全就不符合那個 不符合那個人體工學或者那個時間的 像 裡面有幾段是車子撞到石頭 輕輕撞到然後人從裡面噴出來 這個太誇張 到底怎麼辦到 就是這個沒有速度感 對啊 那個要不然那個蘇兄現在可以直接把我剛剛那個連接的影片直接貼在上面 應該不會有任何反權 不會有任何反權問題 這有嗎 這個不會 我覺得絕對絕對不會 然後做大家講這時候來講一下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藉由翻晶斗然後來表現一個人很強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自然科學界的一個 自然現象 就像那個 熊路們他們像他們要互相 交配的時候交配期之間他們要互相展現自己很熊壯 會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動作 講說我是一個很常壯的人 但是這些動作是平常他們在生活中 密食跟行走 或者是平常社交之類的情況都不會出現的 只有在要展現自己比別人強的時候才會出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為什麼人類會想要看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是人類基因裡面的一種 我覺得是自然現象 應該就是一個體術就是一般人辦不到的事情 那你能夠做到一般人辦不到的事情 那你能夠做到一般人辦不到的事情 那如果那個能夠做到把自己彎折 到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狀態 我沒有來了 沒有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喔 我沒有講 你太明顯了 你現在想講這個話 我只是想說這也是一般人辦不到的狀態 我真的想講這個話 我沒有要講這個啦 我沒有要講這個啦 我好像聽得懂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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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0.6%的 又來了果然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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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曉得 OK 對阿善克勞犯 這邊講到善克勞犯大妹的一字馬呀 對阿 然後那個什麼 單手福利挺身 假面騎士打鬥 對阿就翻金斗 我覺得日本人比較更更常做那個架式這種東西 就一定要做一個型出來 對阿 對阿 不過決定五四 最後決定五四其實還蠻在意行這件事情 就是 他本身動作沒有那麼的那個 他們其實體術都不算是特別強 都在講意境阿 真的都在講意境 所以他其實走的 做了很多動作都更像是一種象徵性的型 對阿 其實拍片其實拍片或說故事其實很注重一個象徵性阿 也就是英雄就要穿上很帥衣服 壞人就要穿上很壞衣服 所以 對 對 因為這次要畢竟要讓觀眾理解嘛 所以那個翻跟斗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代表說這個人練成的 這是那影像語言上 對哪怕是其實走過去就可以 所以他也要一張一路翻過去這樣 真累阿 天阿 那個人出雄機在播那個片 沒有 不過我覺得那個什麼 那時候看到達摩達斯摩 我覺得他厲害 就是因為他其實很 很像我們以前國術看到那種那個 旋子 他會做這種動作 他那個旋子阿 對啊 就是精細裡面的旋子 就是他會在那邊翻這樣子 對啊 而且他的臉譜其實也都 每次都讓我想到類似孫悟空還是什麼 你知道 對 連普戰話的時候確實有參考國巨沒錯 對啊 有參考國巨聯盟 嗯 初兄 初兄已經在播那部片 對已經在播 耶 結束了 莫名其妙的結束了 我沒看到 這超智障的 沒有 半跟斗是心戰精神 沒有那個 他們以前也還是有 只是他就是事實的插入在裡面 那叫絕地跳躍啦 絕地跳躍 翻金斗 對啊 不可惜 你看那個時候以前老歐比王就是沒翻金斗 但是我覺得以他那個狀態要翻金斗 應該會把他漏到死 你知道嗎 真的實在不同 因為四五六在拍的時候 他是希望像真打一樣 所以他有參考就是西洋極劍跟劍道的打法 所以會比較沒什麼華麗 然後一二三就是為了要符合現 一二三那個時代基本上已經流行武術表演這件事情了 武術已經不是拿來打 而是拿來表演的 所以他就參考現在很多 例如說那個轉棍花 就是中國的那種武術的表演的東西 所以就把那個 他當時在那個 關鍵對決的時候就是請那種武術表演的團體的 大賽的冠軍來做建築指導 然後剛剛剛好有人在那個留言裡面 留到說原力七暫行這件事情 就是原力暫行你屬於第幾型 第幾型有沒有 有人問我說那個 原力暫行這個東西有被承認嗎 我印象中事實上他只有在15年前 15年前官方有一個 那個星際大戰內幕的雜誌裡面 有提到這一點 他是由當時的武術指導是寫出來的 可是之後 之後官方就沒有再任何提這件事情 包括官方的網上都沒有再提 只有那一篇雜誌的那一篇提到 所以有現在流傳說 光劍七暫行這個東西 事實上官方好像沒有刻意去承認 但是也沒有刻意否認 因為這個東西畢竟的確在星戰民之間 因為 當時的123 因為光劍的對決很華麗對不對 確實引起了光劍嚴武的一種 風氣 大家拿到光劍就要先來轉劍有沒有 拿來轉劍拿來翻跟斗 意思一樣 所以後來官方基本上也不會 刻意去否認這一塊 但是沒有再其他的更多的東西去提到 光劍七暫行這一塊 可是有人說 有人說Marvel出的那個 Marvel出的漫畫裡面有提到暫行 我相信有可能是Marvel想把它拉回來 好我解釋給陳佑聽一下 陳佑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光劍七暫行 就是光劍戰行就是每一個人 用光劍有一種自己的習慣 像是Obi王他使用的是第四型 第四型是以防禦性為主的 然後呢 還有屬於第五型是外交關係 就是一般人都練的 攻擊跟防備都有的 然後有那個雲渡是第七型 第七型就屬於那一種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獨孤九劍的感覺 每一型每一型有不同的特點 有一型著重於攻擊 一型著重於鼓擊 一型著重於普遍 一型著重於無形無影的樣子 對啊這是光劍七暫行 可是因為 這個東西太過於華麗跟虛幻之後 所以官方後來就幾乎沒有在提 對啊所以就有人流傳說 其實這個東西官方沒承認 可是事實上在15年前的雜誌 15年前的雜誌有提到 但那個雜誌後來也找不到 因為兵太久了 台灣真的很難找 這個戰型 但是你打 沒有戰型我也是到後來才聽到 對你打 你打就是 有人說光劍的戰鬥的七種形式 對啊 這些東西都是 大家在流傳的 但是官方已經沒有特別講 因為這種資訊上不多 所以那個時候的對決 我一直在強調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這一次的光劍對決 我覺得非常棒 是因為其實 你要看真實的 456已經打給你看了啊 你如果去看過什麼西洋擊劍的比賽 就雙手拿那種大劍那種 雙龜甲的比賽 或者是看劍道比賽 你會發現他們打的感覺就是456的感覺 打一打要閃 打一打要閃 要殘心一下 殘心就是 殘心就是殘是那個殘酷的殘 心是內心的心 殘心就是無論如何你都要保持著戰鬥之勢 以免對方反擊 要殘心 所以456在打的時候無論如何怎麼打 他都會恢復到戰鬥之勢 直到對方輸掉為止 所以就是456的打 因為那個時候是流行這種東西 然後123流行華麗嘛 當然就打華麗一點啊 然後問題是 你要看華麗的123有了 你要看實戰的 456有了 然後7給你來個雪井對決 簡單講 星際大戰的電影裡面 每一種光劍對決都用過了 只差什麼 意境中的對決 OK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這次的對決非常非常的棒 可是我又擔心一半人看不懂 因為他們並沒有去 像我們網光線玩那麼深 所以我很擔心一半人看不懂 所以我第七集 第八集看完當下 我心情是複雜的 我很喜歡但是我擔心很多人看不懂 對啊 那邊我先講一個小小的bug 在那個路克從堡壘裡面走出來的時候 整個地板是被炸的黑騎馬屋的 因為剛剛被一個工程炮炸過嘛 所以地板都是黑的 然後再來 陸克被擠火 被擠火 所以那個地面整個也都是黑的 但是最後呢 我記得有一幕就是 陸克踏到白色的炎地上面 然後 對的確 那個場地應該非常的黑 陸克跟卡路在對決的時候 陸克跟卡路在對決的時候 場地是很白的有沒有 那個時候 拉很遠的一個鏡頭 就是他方圓幾十公尺內 全都黑的 我覺得他特地選在那個炎的 那個星球 他的視覺畫面其實有點故意 因為那個紅粉 因為我一開始在看預告的時候 那個紅色的煙塵啊 讓我覺得好迷幻 因為這好不像我們的世界 你知道 但是因為他選擇這個 讓我也覺得他後面那個打鬥其實是 很有Fu的 因為他那個太夢幻了 可是那個夢幻本身又有一種 呃 我覺得他們好像在血紅的大地上面 打架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那那有點像是以前武士片 在雪地裡面有沒有 然後或者在櫻花吹雪之類 對那個對打的那種意境 真的真的真的 對 變道一定又在櫻花樹下面 然後那個劍音灰 然後那個櫻花要落下來 對那他 我覺得他有點 算是刻意的製造出一個如此華麗的場景 但那些紅色的粉 其實就像是血一樣 你可以這樣想 對有點像是 這是一場死鬥 然後這場戰鬥是雖然人少 但是還蠻悲壯的還蠻慘烈的 對那 在這兩個人在充滿血色的那個什麼 像血一般顏色的那個炎地上面對打 的那種感覺 這是一場宿命的戰鬥 因為他們兩個這樣不得不面對這件事情 但是呢 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解決 對他又是虛幻的又是又 但是他又是意念上的對抗 然後我再補充一下 你先講一下 我已經講完了 對我其實本來要開始做結語了 對 對 你不是說你這樣不要睡嗎 差不多了吧 2點20 你還不睡啊 那這不是225點 可是你看那個什麼 觀眾們的那個 已經開始下滑 我覺得有些人已經 已經昏倒了 2點半了 快108人 我們從130人滑到110 就是大概剛剛昏倒了20個人 最高是146 對啊 剛剛已經昏了20 對 我跟你講一下 那個 你們在 如果你們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陸克在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 他們兩個在對陸克跟凱羅倫 在對決的時候 凱羅倫的移動 腳步一滑過去 都是白色裡面出現紅色痕跡 對不對 可是陸克在移動的時候 他的地上永遠都是白的 其實他有很多暗示啊 他超多暗示 而且陸克走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陸克在洞裡面 剛出現的時候 沒有 他的鬍子比較黑 頭髮也比較黑 而且整理過 很明顯在島尾上是不一樣的 對啊 這個是 仔細思考 你會發現 根本就不是他現在的 我看的時候覺得 也很瘦 我就說 奇怪 你還有空去理個髮 染個髮 哇塞 那是 那有點像是他 他用他最理想化的狀態出現 對對對 甚至他拿出來的劍 還不是綠的喔 是藍色的 那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拿藍色的 你知道嗎 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想做奇葛 我那時候在想 陸克什麼時候 那把藍色光晶又出現了 然後髮 變什麼 而且你還有新衣浮喚 我那時候覺得怪怪的 你知道嗎 其實 結果後來就是 就是 就是 其實 其實二刷的時候 我都在注意他的表情 其實那些角色都有感覺到 其實表情很棒 但是因為 他去找莉亞的時候 莉亞其實跟他講完話以後 莉亞突然 他鏡頭突然照莉亞 莉亞微微的看著他一眼 突然就有點 好像發現什麼事的 看他一眼 然後接下來走過去 遇到C3PO的時候 C3PO欲言又止 然後他跟他眨了眨眼 你知道 我覺得這兩個人都發現 這不是真人 C3PO可能就是 就是叫 路克跟他站 就示意他不要講出來 對 他沒有生命機器 因為機器人可以偵察得到 然後 我再講一下 莉亞 莉亞跟路克相遇的時候 的一個彩蛋好了 那個莉亞 莉亞看了那個路克嘛 對不對 然後路克跟他講 路克對他講話的時候 莉亞不是說 對我換了髮型 對不對 我們一般直學想 那個包包頭換了現在髮型 其實不是 原力覺醒的時候 韓索羅跟莉亞剛見面的時候 他們久別重逢的時候 韓索羅就是直接跟莉亞講說 你換了髮型 然後莉亞回他說 你還是穿同一件夾克 有沒有這一段 你記得嗎 在原力覺醒的時候 所以路克看到 那個莉亞公主的時候 正要講的時候 莉亞公主馬上跟路克講 對我換了髮型 有沒有 他是在呼應 韓索羅就是原力覺醒的那一段 然後呢那個 路克就回韓索羅說 I know I know的話 也是也是回應 就是那個 決定大法公的時候 地國大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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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那個 對地國大法公 對地國大法公 因為那個 I know這句話 其實後來很常用 對啊 對 我也很常用啊 這句超好玩的 I know 超讚的 I know 因為後來決定大法公 又再來 雖然說一開始很多人 我們後來很多人都知道 那只是個意外 就台詞 台詞是錯了 但是那個 那個台詞 非常符合 韓索羅的那個個性 你知道嗎 他們在當時 在拍這一段的時候 我在拍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 I know這個台詞 還沒寫進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用了很多 試了很多 拍了很多不同的台詞 可是那個時候的導演 就一直在 一直覺得 怎麼講都不對 怎麼寫都不對 所以後來呢 他就問那個福伯說 你覺得這個時候 怎麼講才對 所以福伯那時候就想 嗯 他思考了一下 在拍了 不知道他已經重拍了幾次喔 後來在拍的時候 福伯就是自己想 他一直就是OK 他想到怎麼講了 在拍的時候 福伯就講I know 所以 I know這個東西 其實是韓索 而是福伯在演韓索羅的角色 他自己發想出來的 其實這非常適合這個角色 對 這個在幕後的花絮是有講的 哇 天啊 所以真的是渾然天成 你知道嗎 這個角色 而且這一段話 果然也變成經典 對啊 這個 後來太多人 這變成一個文化 你知道 講I know 每一次就是一件文化 不知道每一次就是有你 跟我跟我 就講I love you的時候 我就會叫他 我就叫他英文講 他英文講完之後 我會講說I know 哈哈哈哈 一般人講I love you 不是講說I love you 2 對不對 可是呢 金戰民就講I know 哇超爽的 超爽的 就只有你們才會這樣玩好不好 才不這樣玩 對啊 好啦 我日常生活 好像很少被人家提到 我愛你這句話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吧 沒有 不太可能 你要再等個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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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遇到一個小第一輪的那種女生 我可以錄給自己聽啊 I love 靠北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OMG 而且你知道那個 大家都很期待 路克拿 綠色光劍嘛 對不對 我有一幕 我真的以為路克拿綠色光劍 哪一幕你知道嗎 路克要去燒那個樹的時候 他不是那個瑞尼開的馬 對對對對對 結果是一根火棒跟馬的 氣死我 我以為他要拿出 欲藏已久的劍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好故意 他很故意 他故意把那火棒的形狀 做得跟他那把光線有點像 你知道嗎 對啊 沒有他裡面 他裡面有很多都在騙你的 但是後面又 欸你以為是怎樣 又不是怎樣 因為真的騙一堆 你知道嗎 喔真的實在是 對啊 欸出客 我先測 喔好 那個陳又 要睡了 一個測 一個受不了了 你幹嘛 你這是持久戰這樣子嗎 你很煩欸 你 沒有我覺得他 沒有沒有 有 那個什麼 有人要休息嗎 各位 辛苦了 辛苦了 差不多了 2點半欸 2點27分 再做3分鐘 什麼 欸還有很多要講欸 拜託 好好好 給你講 你講 對啊 你好像一直都沒講 對啊 那幹嘛幹嘛 那你剛剛幹嘛 我讓你們講完啊 對啊 陳又離開我就不能打他臉 沒有開玩笑 開玩笑 沒有陳又代表一般觀眾的想把這我給你 因為 畢竟我在 看星戰這一塊我補充了太多相關知識 所以我會很能 很能夠完全理解 他們在演的當下的東西 對啊 可是陳又離他屬於一般觀眾 因為在星戰八他其實拍了很多空戰 一些空戰 大場面戰爭來滿足一般觀眾 來滿足一般觀眾 可是問題是其實 真正 星戰有名的當然就是 光劍元力跟空戰 可是問題是你光劍元力這兩個都會講的太玄 又太易進的時候一般觀眾吃不到 只看到 空戰這一塊一定會覺得不滿足 而且我剛剛就有講 大家不爽的是 大家還是沒有看到麗雅公主 和Solo跟陸克一起出現 我跟你講 就是這是一種遺憾 你知道這真的是一種遺憾 所以為什麼很多星戰迷 很多老星戰迷會覺得 星戰八毀的星戰 然後我在直播上有講說 這部星戰基本上很不星戰 可是這部星戰他媽的很星戰 為什麼呢 在反抗軍這一塊 反抗軍有沒有 反抗軍他不是都講說 不是攻擊你所恨 而是保護你所愛 這就是反抗軍 對 有沒有Rose在救了那個 Finn之後講的這段話 這段話我看完 第二次看完我當下很感動 他這句話講的 這是反抗軍啊 反抗軍的希望是 反抗軍的根本是希望啊 對不對 而且他在這一集的最後 麗雅公主握著瑞的手說 我們要重建反抗軍的一切 我們都擁有了 可是瑞他前一句講話什麼 他怎麼在這些灰燼中 如何重新把反抗軍救回來呢 對不對 所以這一部基本上非常的心戰 非常非常的心戰 因為為什麼心戰其實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最早的先進大戰 其實就是給人家一種驚奇的表現 因為大家沒想過空戰電影可以這樣拍 嗯 沒有想過太空割據電影可以拍成這麼 這麼屌 就像那個斑明書 你今天剛剪的影片 裡面就有講到 以前的 當時在拍四副曲的時候 太空割據的電影被拍了很多 可是都礙於什麼成本太低 所以那些道具都做的很假 對啊 所以那時候的太空割據電影被罵 被已經被 被成爛片被逼急騙了 因為成本不高 可是話題又聰動 嗯 又被逼急騙了你知道嗎 嗯 所以盧卡斯在拍 第四副曲的時候 受了很多抨擊 說啊這種片不會賣啦 他又藉著 他又找了這麼多金主來弄 而且當時在演戲的時候 莉亞公主 路克韓索羅 都不知道他在演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就是先 比如說他們在看那個死心炮炸那一幕的時候 嗯 是他們看著一個白板在演戲 可是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這麼大的空戰場面 可以給他們參考 所以他們根本很難想像 你知道嗎 嗯 所以他這一部在拍的時候 有經歷過很多很多的問題在 嗯 對啊 所以為什麼心理上一出來 造成轟動 是因為沒有人拍過這麼屌的泰國割據電影 所以在那個時代 Star Wars代表驚奇 代表 代表這種哇 那種感覺你知道 嗯 其實那就是哇 哇 絕對是 這就是心戰 對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這一部很棒 是你看 你們在看那個河朵中將 嗯 在用那個超光速神風特攻的時候 你們當下第一次看的時候 嘴巴不張個大大的 嗯 那一段完全沒聲音 可是就是 砰砰砰砰 砰 砰 有沒有 Star Wars就是驚喜的意思 代表驚喜那種感覺 嗯 一直 Star Wars movie OK 然後呢 裡面的反抗軍 反抗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心戰該代表的感覺 心戰不是只有光劍 不是只有原力 他雖然佔了很大一部分 我也是因為 我也是因為光劍才選擇星星大戰的 可是因為 呃 愛屋極力的情況下 開始了解心戰 我才開始變成心戰民 OK 我剛剛看到有人說被彰化 被彰化 被彰化給清醒了 是這樣嗎 對彰化清醒 有嗎 沒有 我剛剛看到有人講什麼 呃 我等彰化話題 啊不是我錯了 對 好沒事重點 所以心戰電影 他基本上代表的是你 我還在等欸 我還在等 嗯 放心放心 以後我在我就絕對不讓他講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所以重點在於說 呃 這一部電影 他心戰電影 他有驚喜感 他才是心戰電影 嗯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這一部很心戰 因為這一部他該帶的有帶 和這一部也很不行 但是說很不救心戰 因為救了心戰就是王道電影嗎 嗯 嗯 我覺得 就像那個都講 這一集大家都在失敗啊 其實456 456王道其實也沒有王道的這麼明顯啊 你知道456的王道齁 大概只在於白兵的射擊能力很差這一點 我一直都覺得路 我一直都覺得路可他在 在那個什麼 對抗那個敵人的過程其實是一直很辛苦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帝國大反擊好像很沒有希望啊 對 你不覺得那部片很壓迫嗎 對啊 沒有啊 我覺得帝國大反擊後面 最起碼路克跟韓索羅 呃 路克跟那個莉亞他們都沒有死啊 我覺得最後的是一個 我覺得最後是很美的啊 就是最後他們一群人 呃就是路克換好手啊 然後他搭著莉亞的肩然後看著那個銀河系 那一段很美 對 那一段美就是美在 雖然那個什麼 一切好像都沒有什麼 就是 其實你仔細思考一下帝國大反擊也是一直不斷的失敗 對 但是他帝國大反擊最後不斷 雖然不斷的失敗 但是我們還是 那個什麼 我們還在 我們人都還在這樣子 所以那一段後來很浪漫 對 所以我們人還在 而且 我再補充一下 你知道嗎 其實俠盜一號的導演我進來客串喔 我知道啊 他不是演白兵嗎 對 不是啦 他是那個誰 他演反抗軍嗎 他演反抗軍在舔岩旁邊那一個 喔 是舔岩旁邊 那那個演講 那那個講是岩的那個 那講是岩的那個人是幹嘛的 我覺得那一段很突兀 演的那一個人的旁邊那一個 他看了哪一點 就是舔岩的那一個人 他碰了一下 然後想了一下岩 他砍了一下 他說是岩嘛 他肚掉 然後那個 他在旁邊看著他 嗯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看 喔 靠北你躲在那一邊 太明顯了 你知道嗎 太明顯了 對啊 然後那個 有人在講 我來補充一下 陸克的故事好了 就是馬克安米爾的故事 他事實上 這個在留言前面有講 可是因為大家都沒有講 所以我決定補充一下 因為 你知道嗎 拍過太經典的電影的演員 他永遠會被經典魔咒所困擾 困擾 有沒有 我跟你講 韓索羅就是福伯 他算是星際大戰裡面 發展最好的演員 但是也只有他 因為在演員裡面只有他真的 独小群只有他真的發展好 其他的你看 莉亞公主因為被 因為一直被莉亞公主的光環圍繞 他一輩子 他不管再怎麼做努力其他事情 他都會被叫莉亞公主 然後那個 那個馬克安米爾 他不管演什麼戲 大家都是為了沾他的光 但是不讓他演主角 因為他們只想讓他沾他的光 像那個留言裡面就有人講到 美國拍過真人版的強制裝甲 他演強制裝甲 他演強制裝甲第一 一個刑警 他根本就不是演主角 可是呢 DVD的封面還把他跟該把 一半的臉上強制裝甲的卡巴 一半的臉放他 大家都有他演出來 結果他根本在演一個 若有可無的一個刑警 其實這聽起來蠻悲傷的 因為應該是說他被 很悲傷 他去演一個那個刑警 是代表他其實已經只能夠演 就是他演戲 其實人家只願意發他演這個 那可是最後宣傳的時候 還要把他當成頭 對 沒錯 所以他後來基本上 對真正的演藝圈 基本上就很失望 所以他決定開始退到幕後 因為我們今年去 今年去美國 那個Savation的時候 有去看那個 Makami的座談會 我排了六個小時 終於排到第一排的位置 然後他在座談會 一個小時會講說 他在沒在演 經濟大戰的過程他在幹嘛 他在當配音員 然後再當幕後 然後再跟導演討論一些東西 他有時候會當編劇 有時候會當配音 都有 他基本上就退居幕後 然後他在最有名的一段就是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他有幫那個動畫裡面的小手配音 他有幫動畫裡面小手配音 而且配得很棒 所以這裡面他第二個經典了 然後有一次有一個那個節目主持人 邀請他去上節目 他呢就是節目主持人要求說 欸馬克 你能不能配一段音就是 小丑跟陸克講說 Are you a father? 你知道這一段 這還蠻好笑 結果 然後那個Makami就 OK想了一下 OK好 他就是那個 欸陸克今天怎麼樣 然後其實我是你爸 這樣笑 然後那個 然後他立刻馬上再轉換 然後陸克說 No impossible 這一段真的太 他之前轉換的超棒 你知道嗎 嗯 你靠內姆真的覺得馬克阿美好可愛 馬克阿美真的很可愛 對啊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他經歷過這弦 其實他有從 從大紅 然後就在疊成平凡人 然後再 呃 有再出發 我覺得他變成他這一件事情 都變得比較 看比較淡了 我覺得 所以他演這個蒼桑的陸克 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對啊 對啊 他那個眼神 他那個東西 超棒超棒 真的 所以我才很喜歡第八角 因為其實就是覺得 我剛剛一開始 其實也是講類似 就是他 人生的生涯 讓他整個人那個什麼 眼神中帶有 帶有一種歷練 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只能說人老 就自然而然 就是有金 就有有點經歷之類的 就連阿諾 對 對 沒錯 沒有 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意思就是說 就連阿諾你以前覺得他不會演電影 然後他在後面 摩尾終結者的最後 最近的這部片 他竟然還是所有人裡面演的最好的 對 因為其他演的太深色了有沒有 對啊 然後你跟 而且 剛好角色也符合了 就是如果演員的年齡 那演員的年齡跟精力都符合 這部電影要演的時候就可以演得很好 對啊 就像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最後一集的摩尾終結者 裡面的老阿諾 嗯 那的確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這麼老了 然後這一 星戰八裡面的陸克 他的確經歷過類似的 而且也這麼老了 所以他演得非常好 對啊 然後像為什麼 裡面 裡面有 留言有人講說 為什麼說那個 Carrie Fisher會 會後來會 會的去世 是因為其實 因為Carrie Fisher他老爸老媽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明星 嗯 他老爸基本上是 當代超級超級有名的明星 有名到就是 呃他不管發 他是 他們家24小時都是被 當時牛仔最跟拍的 嗯 然後他媽媽 他媽媽是他第三任老婆吧 然後所以基本上也是非常的 壓力大 所以他不管到哪裡的時候他都被 他都被 說哦你是那個誰誰誰的女兒 他直到演出莉雅公主 才變成莉雅公主 對 可是在演完莉雅公主之後 他就只能是莉雅公主 沒有人知道他的 每次沒人看到他都叫他 莉雅公主 嗯 一開始很爽 可是你不管演什麼 你在舞台上 不管你唱歌唱的多用力 唱歌唱的多棒 因為事實上Carrie Fisher的那個 狗猴是很棒的 有遺傳到他爸爸 如果你們有上YouTube 或者是你有看那個之前 HBO拍的一個紀錄片 在拍那個 嗯 嗯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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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跟他媽媽的故事的時候 他有一段就是 那個 莉雅公主在年輕的時候 他在舞台上面唱歌的那一種FU 啊很有颱風 那時候他才幾歲 他才不到16歲 嗯 對啊 就很有颱風 可是問題是沒有人會看到這個 每個人看他直到莉雅公主 所以他後來基本上也就退居幕 或在寫劇本 可是因為這個明星光皇跟 經典魔咒太可怕了 所以他後來會有 有嗑藥吸毒等等的一些問題 嗯 然後後來也回莉雅公主的時候 因為怎麼講 他必須要體力嘛 就開始要健身 幹嘛幹嘛之類 可是 如果你們家裡有長輩的 你也有聽過就是 例如說長輩有沒有 吃了 吸了很久的煙 突然戒煙之後變得很虛弱 就是會處死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狀況 嗯 對啊 事實上莉雅公主會去世我們 我說實在的 我個人不意外 但是真的很不捨得 對啊 我真的非常不捨得 對啊 所以為什麼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會哭得這麼難過 嗯 而且在這部電影的時候 最後居然莉雅公主沒有死 天啊 對啊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 很特別 這一個真的非常 那個是一個他 非常非常 算是導演留給大家的那個東西 因為 其實因為我是覺得後半節 其實基本上莉雅的戲份 已經不算特別多 對就是 而且他後面的台教也做得很棒啊 對啊 就是你們看我幹嘛 跟著他啊 對啊 有沒有那種感覺 沒有因為我 裡面我都覺得他有點很刻意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 這真的是巧合嗎 你知道就是他有很多部分是 你總覺得莉雅好像不想要跟著走 但是最後還是讓他上去 什麼之類的 他每次都電後 對啊 其實應該在講 呃 莉雅公主在 莉雅公主是新共和委託他 成立反抗軍事力的 可是事實上他很不想 因為他身邊都沒有人陪他 在原歷小原歷就是小說裡面有提到 他每一次 就是說他其實他很想親自去找路克 可是問題是他如果去找路克的話 誰來帶領反抗軍事力 而且剛大家講反抗軍就像他的小孩一樣 理抗軍事力像他小孩一樣 所以他根本就離不開 他因此他沒辦法去找Handsolo 沒辦法去找 沒辦法去找Ban 沒辦法去找凱羅人 因為凱羅人是Ban Solo嘛 對啊 然後沒辦法去找路克 他必須留在理抗軍事力這邊 他不能離開也更不能 他完全不能離開也完全不可能離開 所以他當時 所以他有人可以取代他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 你說河朵中將嗎 河朵那是 那是系統分配的啦 而且有人講說這一集的Paul好可憐 都被老女人玩 欸河朵還蠻漂亮的好不好 我覺得河朵 河朵是演那個啊 河朵是演那個啊 河朵季公園 自角啊 不是因為他在這部片裡面的造型 讓我覺得你要說他是將軍 他穿成玩禮服的樣子 讓我覺得很不武鬥派 你知道嗎 其實說實在 老歸老但是風雲有存 風雲有存 沒有我一直都覺得他在裡面的動作其實挺優雅的 有一場戲啊 是他發現那個什麼 所有的那個就是那些反抗軍的那個船被被被轟炸嗎 對不對 然後有一場戲是他好像下定決心去坐上駕駛艙有沒有 坐上一個座位操作席 然後那個操作席的座位 我那時候就硬就一直注意這件事情 我兩次看我都在注意這件事情 他剛坐上去的時候 因為他衣服下白很長 應該是袖子什麼 然後對他就會遮住他的那個 扮住他的腳 他還有一個小動作去把他喬回來 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我靠你這個人真是在意 你是很會修你這個東西你知道嗎 我每兩次看都會發現 因為他第一次的那個動作其實一開始那個弄好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有點有點遮到有點遮到 你就覺得他衣服本身不是很弄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他又是很優雅的你知道 他在做就很順 只是稍微那個時候 稍微擺一下那個東西自動揮到原位你知道 這個真厲害 不知道你到底拍的多好吃你知道 對啊 這是一件小事啊 但是我一直覺得這也這也有點 欸這個角色的個性其實 都在一些小動作會讓會戰鬥出來 你知道 這個人一絲不苟啊 就算死到臨頭要做那個自殺時攻擊 他還要記得把這個下白拉回來 你知道 真的是這樣子啊 我就是有一種這種感覺 死到死得漂亮一點 沒有那個已經不是他的那個 就是他可能也沒想 就是他的一個自然型動作 就是好像不管做什麼都要 有點像以前我們在聊畢凱有沒有 坐上椅子 坐上操作席 再把它揍掉的那個衣服 制服給他拉撐 拉紙 成那種感覺 對 那個這是新建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艦長 他那個 畢凱艦長 他以前的衣服 坐在駕駛座的時候會做的事情 對啊 對了 剛剛留言裡面那個艦長 另有說 畢亞公主在新系列的背景故事裡面有提到 他不喜歡被稱為公主 因為他曾經在新共和議會被指稱說 他是黑武士的女兒 沒有資格在議會發言 這個也是真的 因為事實上 他在故事裡面常常在懷念 他被毀掉的那個新酒 他原本在那個歐德蘭 對歐德蘭那邊長大 可是那個新酒 在四部曲被毀了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因為他確實是黑武士的女兒 所以他在議會中就是被人家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嗎 對對對 這件事竟然到最後不是秘密喔 那不是秘密啊 那不是秘密啊 我只是一直都覺得他好像只是 因為好像就是只有Luke知道而已 應該講 就算是秘密 他的對手一定會放出來啊 這就是這樣 這樣這樣 有啦 目前那個什麼帝國傳承一書裡面 就是以前傳奇版的小說裡面 是有提到這一點 就是帝國的那個黑武士的那個什麼 手下 什麼什麼某個族的人有沒有 沒有 就看到就看到水就很難採 這樣但是只要看到莉亞就稍微尊敬一點 這樣 就突然間願意跟他對話 然後莉亞竟然就 必須要去跟這個敵方的那個 這個種族對話 希望能夠把他們挖過來之類的 就是一些這種這樣拒絕 欸 可是傳承那不是一百多年後的故事嗎 奇怪 沒有帝國傳承不是一百多年後的故事啊 帝國傳承就是 就是在那個 沒有我講的是小說 就是那個 就是在講說剛剛結束不久之後的事情 這樣 因為事實上 那個帝國在剛毀掉的時候 因為 議會裡面其實還是有支持帝國的人在 而且那些舊的貴族 他們其實不想被 帝國不想被推翻 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他們不想被推翻 所以第一軍團的崛起 也是幕後有那些舊貴族 他們在默默支持 對啊 所以就是把政治 新戰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很 很很政治意圖很濃的一個電影 說實在 對啊 而且羅斯他也有講到這件事啊 有戰爭他們才有戰爭 羅斯奶戰 對對對 他們到那個賭場裡面講的這件事 就是這些 雅納海姆社 哈哈哈哈 我每次看到那個 我都會跟那個日本的鋼彈馬發一塊 你知道 你們可能不是鋼彈米 所以你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 那個賭場裡面全部都是一些武器犯 你知道 就是賣武器 你知道 然後鋼彈裡面的事件 那個時候 就是不管是集傭軍 聯邦軍 中間還有一個雅納海姆 做鋼彈的 專門做鋼彈 也賣 也專門做那個什麼 沙沙比這種 那個什麼 給那個集傭軍這樣 就是兩邊都賣啊 對啊 就是有打仗最好 他們就賺錢 這樣 哈哈哈哈 就是這種感覺 而且你知道 對啊 大家講到想要那個 那個 講到武器 有沒有 就是我們在暴雷區 他們有聊到 就是其實 狹到一號有放 星際大戰8的那個彩蛋 狹到一號裡面 那個金哥手 再到那個帝國的那個 資料庫裡面的時候 有講到一個那個 有講到一個hyperspeed checking 就是超光速追蹤 這個東西 其實在狹到一號裡面 是有被拿出來講的 真的喔 你說那個追蹤那個什麼 超光速的那個 對就是他在那個資料庫裡面 有沒有 他在資料庫裡面翻東西的時候 不是講了一堆東西嗎 對不對 然後其中有講到一個關鍵事 就是hyperspeed checking 就是hyperspeed就是超光速飛行嘛 然後 checking就是超光速追蹤 所以因為在星際大戰裡面 就是他們設計就是光速追蹤 藉由光速追蹤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看每次只要光速飛走 之後就不用玩了 因為追不到了 找不到了 然後所以你看為什麼那個 他們在說 他們在說那個 那個 莉亞公主說他們透過光速追蹤 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追找我們的時候 然後 Finn說不可能做不到啊 嗯 是帝國做到了 這個東西其實帝國在俠道一號的時候 就在研究了 可能那時候可能是個概念 對可是後來就 在這邊做出版面 hyperspace tracking 好 這是留在裡面的一個小那個 他可能那時候劇本 早就已經寫好在拍了 那 只是他就是可能叫他 叫他多講這麼一句話這樣 我記得 對好像在下一個就是 關鍵字就是 星辰 小星辰 對對 他們在講 那時候講一堆東西嘛 有黑光劍啦 線性分析啊 什麼什麼 對 就是聽不懂的一些東西 所以就是在看的時候 主動會忽略掉 還有black saver 黑光劍 對 就是黑光劍這一塊 所以以後搞不好 會再住進來賦予兵 對啊 劫瑪姐 像是出達不是想聊 劫瑪姐跟芬將武器傷的斷 就是講說戰爭其實 你們戰爭是你打我我打你啊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 好壞 好壞 然後講到這個東西 我想到就是 事實上有沒有 第一軍團 第一軍團為什麼可以這麼壯大 是因為 他們第一軍團真兵怎麼真兵 你知道嗎 他去綁架偏遠 偏遠宇宙的小孩 綁架過來之後 進行洗腦訓練 實在洗腦訓練呢 洗腦訓練就是帝國是好的 反抗軍都是一些壞人 在那個 在那個煽動別人來對抗帝國 對抗第一軍團 所以反抗軍是壞人 他們一直用洗腦教育的方式來洗腦說抗軍勢力是壞人 那樣子 所以為什麼那個 那個新的風暴兵都會看到人就殺看到人 因為他們從小就被抓起來洗腦訓練 這也是第一軍團為什麼會一直壯大 因為他們的訓練說實在的 比帝國還要差 因為帝國後來的暴風兵是真兵制 就是直接耳目兵制直接花錢 直接花錢木兵 所以 精銳程度是不一樣的 就是跟複製人也不一樣 對 不一樣不一樣 複製其實 他就是 應該這樣講 第一軍團的兵 介於複製人跟複製兵跟暴風兵中間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複製兵的話 你有可能會被用66命令反殺 做複製兵的那個星球 CAMINO CAMINO就是 後來 黃帝西斯大帝 利用66命令解決到議會 絕大多數的決定士的時候 後來有派人去把CAMINO炸掉 為什麼呢 把CAMINO炸掉 才可以避免人家 用同樣的方式 訂購同樣的複製人士兵 對 對對對 所以後來為什麼就沒複製兵 所以那一批就後來就沒有那個 就不會再有多的 因為複製兵的年齡只能活20歲 對啊 可是當然有些例外 有些人 所以博巴菲特的孫生兄弟就 就沒了 然後 博巴菲特的孫生兄弟 因為博巴菲特也是複製人啊 他有說指名要製造一個讓他養的 對不對 那個Jungle Fat 但是他沒有經過調整 他是 直接複製 直接就是沒有基因改啊 所以他長大很大 他有從小慢慢長大的過程 而且還要求要自己來教之類的 所以那個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 當兒子啊 對啊 不過他基本上就是兒子那樣子 然後 所以囉 新的第一軍團的暴風兵 就有點類似在複製人跟 那個 帝國暴風兵的中間 因為在帝國的暴風兵是木兵嘛 花錢進來 等於就用兵一樣 然後可是 他沒有像那個 沒有像複製兵這麼的忠誠 或這麼的死忠 所以才改用這種抓來 小時候抓來洗腦 洗腦完之後哪來用這種狀態 嗯嗯嗯 所以事實上 星際大戰的暴風兵 你要講 雖然都叫白兵啦 而不同時期的白兵 其實設定是不太一樣的 哦 這只是鋼盔看起來一樣 所以 鋼盔看起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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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沒有切雞雞啊 對 因為全地的遊戲裡面那個 的那些那個士兵 就是 絕對強的士兵 對 無夠者就是要讓他不會 改掉弱點嘛 就是不會被女生給那個 所以 就切雞雞啊 對啊 其實想起來好像挺有道理的 就是 讓你不會有太多餘的沒的啊 對啊就是讓你少掉你的掛率嘛 所以說你也失去了生殖能力之類的 就有孩子你可能又會想先有沒有 對啊 可是古代太監不是已經證明了就是 就算是你切掉還是會有幸運嗎 是啊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對啊 很久以前 我很久以前看過一本港曼 然後在聊那個什麼 太監怎麼做那個什麼 他說 嗯 港曼是說什麼太監 因為那個什麼 沒有辦法人道 所以他就 但是還是會養小妾 然後用手乾煎 就 就亂摸的意思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要聊心臟 為什麼可以聊這個啊 哇靠 等一下你為什麼 沒有啊是從切雞雞的 天啊 半明珠好厲害 什麼東西都可以接到這邊去 哇賽 好啦好啦 還要補充嗎 欸三點了欸 不睡了 還沒聊到小偷欸 小偷 小偷好 對啊 解馬者這個 這個角色其實很關鍵 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導演會 想要讓羅斯他們不找到那個 呃 那個 對 那個uncoder到底是誰 對啊 為什麼九八老闆信任的那個人 解馬大師跟解馬者兩個關係是什麼 解馬大師以後還會有戲嗎 我怎麼覺得他好像只是一個那個 我不知道欸難講 對啊 沒有 這一次那個我覺得還比較好笑的是 他們在訪問到之前的那個 就就去問解馬大師的時候 然後 欸就是不是連線給他嗎 我就連線給他這個人好忙 就是 他還能 他能夠一邊槍戰一邊跟你講話 然後 然後就飛走了 沒有啦 就這樣 你說的是馬之又不一樣了啦 對啊 沒有我只是想到就是這個啊 我覺得這很好笑 呵呵呵 就是每次在跟他對話 這只要我真忙 反抗聽中華訊息嘛 對啊 嗯 可是 我覺得那 那個什麼 班尼西歐多 戴托羅的那個角色其實 基本上跟 整個部電影的那個什麼 比較沒有那麼相 緩緩相扣 那我只能夠去想說他以後 應該會 呃 下一集應該會 會會有事 對應該會 我覺得他還蠻 對啊 他還蠻重要的 對啊 因為他們 因為目前其實都還沒有提到那個什麼 韓索羅那一邊的那個事情 就是韓索羅 應該是說韓索羅 應該是說韓索羅他們 那個世界 就是他們自己本 跟蘭道有沒有 他們其實好像有一個 他們的交友圈 一定有啊 對 那這個交友圈其實是一個很 還蠻迷人的 因為我覺得 至少在帝國大阪裡面 那個 solo跟韓索羅 跟蘭道啊 兩個人的 很有趣啦 對 你這樣會講吧 會有外傳電影 應該是外傳電影 就是solo會有嗎 那也許搞不好 那個什麼 這傢伙也還會有點戲 也不一定喔 對啊 但是 當然 時代應該是不一樣啊 但是 可能會有那種類似 跟他親屬相似的 呃就是 可能是他的親戚或他的朋友 他爸爸媽媽什麼之類 跑出來之類 對啊 那 我覺得九部曲之後 九部曲的時候 可能會有那個 類似 這一批人會跑出來 可能類似賞金獵人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 或者是那種 賭徒啊 Gambling啊 這樣 那種捷夭不慶的那種 盜賊之類 因為上一集其實有耶 原力覺醒其實有耶 就是那個 Han Solo 去抓那隻大隻的東西 然後那個 突然間有人準備 過來要他 就那一群人啊 對那群人感覺起來 就是Han Solo 那一路的人啊 對每個人都認識他 每個人都不相信他 這樣子 那種感覺 對啊 對所以 然後講到Han Solo 在原力覺醒 因為票房告解之後有沒有 那個官方就有那個 官方就有釋出說 第八鋪給將要全回歸 有沒有 對啊 有這個香氣大劍 沒有 沒有 還是沒有啊 只有給個骰子 對 給個骰子之後呢 你看那個路克 跟那個 路克跟那個 凱洛倫在對決的時候 嗯 凱洛倫不是用 很憤怒的表情 很憤怒的心情 在想殺了他嗎 對不對 對 路克不是跟凱洛倫講說 如果你有這種 憤怒的心意殺了我的話 我會像怨靈一樣 殘忍去像你爸爸一樣 哦 所以他爸爸會 所以爸爸會用決定 以你的身份出現 欸 沒有我認為 我認為有沒有 其實因為 在現在這死掉就死掉了 除非變成決定一名 可是呢 黑暗原力 黑暗原力是什麼呢 黑暗原力是面對你恐懼的地方 面對你恐懼的時候 所以我個人認為 黑暗原力應該會以黑暗面的 黑暗面原力的方式 需要困擾 因為凱洛倫內心黑暗面嘛 他發他發的時候 其實內心是很 內心是很痛苦很掙扎 可能 所以他應該是利用就是 我個人覺得 韓索羅應該是出現在 凱洛倫的惡夢當中 可是因為就是沒 因為可能就是兩個半小時太多 所以決定把它剪掉 好吧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事實上 這一部有將近三個小時 那個前天才釋出說 導演說在 出藍光的時候 會把剪掉的20分鐘放進去 喔 演員是 難道是演員不肯 不肯演 跟陸克的好友 安提利斯 魏琪一樣 所以魏琪跟藍道演員都不肯演 都不肯回來啊 幹嘛這樣 所以藍道是不演沒錯 應該有可能 我覺得搞不好 我覺得比其實都不演不錯 搞不好 對齁 藍道好像 藍道好像今年慶典的時候 沒有來簽名好像 喔真的喔 對阿 我覺得如果藍道在的話 至少他還可以 陪我們聊聊那個什麼 Solo的事情 對不對 對阿 就 沒有欸 之前那個什麼 因為看夜郎那邊 你知道夜郎那個 他有寫 他會常常會寫一些那種 我們都我們不知道了 你所不知道的電影意思這樣子 嗯嗯嗯嗯 他就有提到啊 就是韓Solo那一部 帝國大凡集之後 本來呢 因為哈里遜浮頓 好像就是很不想演 所以本來的 哈里遜浮頓第一次集之後 就不想演了好不好 對那 後來是重 底拚第五集再回來 但是交代說好 先把我動住再說 那 所以那個時候你們注意 因為這幾天我在剪的時候 我也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印證了這件事情 就是夜郎他寫的文章說那個時候呢 演難道的那個演員 其實是本來想要請他來接替 韓Solo的任 的那個什麼的 的戲份 所以那個 後來那個什麼 哈里遜浮頓第六集又願意回來 就是絕地下反共又願意回來 他非常非常失望 對那 欸 因為我今天在在剪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在挑帝國大凡集的畫面 我也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最後帝國大凡集最後的時候 他他做上千年音 藍道做上千年音的時候 他穿的衣服是韓Solo的 的那個樣式 就一個背心 那個白色衣服背心這樣 對那當然這個 到第六集又沒有了 就是絕地到反共又沒了 就是他又就開始穿上 又變成將軍 他被封將軍了這樣 但是我也覺得裡面有很多故事 有點故意的就是 欸 哈里遜浮特韓Solo有特別說 那個千年音就給你做這樣 你會發現千年音的部分後來那個 韓索羅從頭到尾沒有 沒有駕駛千年音喔 在絕地大反共裡面 對阿 就後來就跟著莉亞走了這樣 對阿 嗯 來 就是這是我後來發現 欸 一件小小小的細節 對啊 嗯 而且也有人 有我在我有聽到一批人講說 很不喜歡這一集的新鑽 這一集的新鑽太多 無聊的小笑點 比如說一堆賣萌的阿 比如說 而且角色太多 每個角色都出來一點點而已 比如說 對啊 沒有我覺得那個小小鳥其實還蠻可愛的 對啊 小小鳥畫面超多 對啊 BBA還蠻可愛的 對啊 對啊 就是今天這樣講 還有人在講說 還有人在抱怨說 唉 陸克也變決定英靈了 R2也都不再動了 莉亞公主 真的也去世了 嗯 那 其實當然還是要什麼 他就過度緬懷過去的東西啦 其實 嗯 我覺得新部 新的那個 三部曲是免不了要這樣子 因為你 這就是一個 對 就是一個你經典被重拍之後的 的 畢景之路 說真的 對啊 如果真的 想要重啟 的話 那你還不如去拍那個 舊共和那種故事 就是唉 跟這些人數都沒關係 沒有舊共和不太可能拍 因為 內容太多了 但是 但是 事實上我覺得迪士尼 他絕對不想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他既然買了這IP 當然要利用他的價值 所以這些人當然要再找回 而且他們都還在世啊 對不對 所以當然會寫一個這樣子的故事啊 這一點都是符合邏輯的 對啊 因為你要講一個 你要講一個 完完全全沒有這樣子東西的事情 那個 就是完完全全跟現在 差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只有盧卡斯才敢這樣玩 我以前都寫 就只有盧卡斯 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人 他隨便亂動 亂動設定啊 你比較沒話講 就喬斯盧卡斯 喬斯盧卡斯 喬斯盧卡斯今天想要把X win 變成Z win 那個什麼XE少掉 少掉一半 那你也沒話講 你知道嗎 他就作者啊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要把路克幹掉 我跟你講 一定沒有那麼多人要講話 大家只是表示難過而已 但是絕對不會罵他 對就是 那是因為現在做的人 路克就沒有死啊 路克只是決定一名而已啊 是因為現在寫那個 腳本的人 就已經不是原作者 所以你就是還會在那邊 心中就多一個敵說 如果是他 他一定不會做這種事啊 而且來我補充一點 你知道 決定一名基本上 在設定上是無所不能的 嗯 所以事實上路克變得更強 有沒有 在四部曲的時候 歐比王跟那個黑武士 在對決的時候 他跟黑武士講說 如果你把我殺掉 我會變得更強回來 嗯 就表示說就是 他在意思說 我變成決定一名之後 我會比現在更強 嗯 對啊 所以你看路克變成決定一名 基本上我當下我是不難過 我只是覺得 哇好感動 終於變決定英靈了 而且出現兩個太陽那一幕 天啊 那個那一幕真的好漂亮 兩個太陽那真的很過分 但我也覺得 我覺得也有點 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在某種狀態下 因為那個 那個星球一直都 我們都一直都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兩個太陽 你知道嗎 可是一直都最後他要掛的時候 才有出現兩個太陽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意境 對啊 還是只是說在他臨死之前 他看到了他兩個太陽這件事情 就是 那是只有他才看到的東西 對啊 然後 而且之前他那個畫面 就是都已經有Fox在天空上了 然後都是一個太陽 對 然後等到他快要飄走前的那一瞬間 第二個太陽才從 海平面上面慢慢慢慢這樣子 嗯 在那個雲當中出現 嗯 然後那時候那個 那個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嗯 真的很誇張 就是超故意的 嗯 可是就是很感動 對啊 那一段 這個時候的感動 真的喜歡的感動 不是難過的感動 對 然後 他在那個決鬥的時候 穿著那個白袍啊 這邊有露出中山林了 嗯 然後外面是黑袍 對 就是感覺好像他又穿回了就是三三四五五 應該是那一天 應該是絕地大反攻裡面的 外面是黑的 那是絕地大反攻裡面的 那是絕地大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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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遇到那個老陸克的時候他頭髮很長 你知道 因為頭髮很長啊 然後再加上他的那個肩膀其實也沒有很寬大的 他也沒有用什麼墊肩什麼 所以就顯得他頭超大 就是一個肩膀很窄 然後頭很大的老人 你知道 然後他後來現身的時候是短髮造型 就比較 他的那個頭就沒看起來沒那麼大 就 就比較 就好一點這樣子 對啊 因為說真的 你一個 一個在 他想要躲在那個想要等死的 他就不會在他的髮型 對啊 然後那個 我講到那個綠光劍的部分 雖然我也有點希望他拿綠光劍 可是他之後還是要拿綠光劍 我覺得是一個 他在回憶中有提到 回憶中拿到綠光劍 回憶中 那個馬大我問你問題 這件事情比較 比較小適合定細節 陸可的光 他絕地大反攻用那隻光劍 是有按鈕的嗎 他看起來好像沒按鈕 對 因為我那時候之前好像聽到一個說法是說 有些光劍其實是沒按鈕 是要有遠力啟動之類的 OK 這個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實際上電影裡面都沒有拍出按鈕在哪裡 對啊 電影裡面都沒有拍出 所以你看陸克那一把 沒有陸克的 安娜盡留給他那一把 你看陸克在開的時候是按中間 可是FIN在開的時候按上面 對 蛤 陸克那一把嗎 按上面 來 我給你們看 突然間問到你本頁了 然後Red按的地方好像也不一樣 真的嗎 所以大家根本就隨便亂按 然後就出來 欸應該是這邊吧 然後還真的開了 你看 多多多感覺 很煩欸 這把空間上面很多按鈕 這一個 這一把是用當時的古董閃光棒 所改的光劍水 這把基本上是古董 這把是最接近四部曲的那一把光劍 OK 在那個四部曲那個陸克在開光劍的時候按這裡 喔 陸克是按這裡 重點就亮了有沒有 他沒有 阿手沒有在這裡 可是實際上這裡是有按鈕的 這是另外一個按鈕 他是按這裡的時候 你在看是不是他是按這裡 歐比王拿這把劍給他的時候 陸克是按著這裡 開光劍的 OK 可是FIN 在原力覺醒的時候 FIN是按著這裡開光劍的 其實 我覺得這太好笑了 其實 其實那個按鈕都沒有用 那個都是你自己想說要有然後才有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呢 所以讓電影並沒有真正拍出 按鈕在哪裡 有一些突襲讓你看起來像是按鈕的地方 所以電影並沒有真正強制說按鈕會在哪裡 這一塊 因此呢 就是陸克他的光劍 在官方設定來講 是在旁邊那個發射口 給你看等一下 老師要講拿出絕地大板工 阿姆羅剛剛咬我 幹嘛 他有點不爽 他進來我想看看 貓咪 來陸克這一把 沒有 這一把是官方出的迪斯芙類版的光劍 然後這邊有一塊小黑的東西 對不對 在官方的玩具裡面 他是用這個當開關 這個小黑怪當翻光 當開關 可是電影其實沒有演出來 電影就是 他就拿了就亮啦 有沒有 他沒有任何動手的動作 有沒有 所以電影他其實都沒有刻意把開關拍出來 在哪裡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呃 最早的使用光劍的 的絕地五是因為怕別人 光劍亂用 所以的確是設定原力啟動沒錯 可是後來因為原力這種東西 原力這種東西 有時候你會依照個人的意識而變得強弱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你搞不好需要光 你太累了 你可能被打得快死了 呃 我一字小說我要光劍救自己 結果靠北 我沒辦法啟動原力你知道嗎 OK 對 對後來的光劍就改成開關設定 嗯 對囉 在古早的光劍的確是原力啟動 那後來全部改成開關了 因為我會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 電影都演出來 我會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當年首部曲在上的時候 其實有中文設定集 然後那個中文設定集我後 呃 那個時候沒錢買 因為那時候還當學生啊 就是 就只好去成品這樣子摸這樣 然後就提到 就看到裡面在提光劍的設定 然後有人就提說 欸有先有先是有按鈕 有先沒有這樣子 那然後 我那時候只是在想說 如果啊 路可的那個劍是用原力啟動的話 那 他他想 一絲動念想殺那個什麼 想殺凱羅人 想殺班 版Solo有沒有 就可能更像是他對 原力的一種那個什麼 擾動然後 劍就自動打開之類的 當然後來顯然 如果這樣 你這樣講就沒有了 對沒錯 就有點像以前鋼彈裡面那個 對啊為什麼可以開光劍啊 對啊 就像以前 在開光劍切開東東瘦肚子的時候 沒有 對啊 好既然講到光劍來介紹這一本 這一本呢 是官方出的有關於光劍那本書 因為我發現這一本書是長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它裡面有把1比1的光劍印出來 就是你看到喔 我打開 這樣 有沒有 就是1比1的大小是這樣子 我看一下他們想開光 為什麼要看一下喔 Energy Lens Breader Emitter Focus Lens Water Coastal 嗯 Super Road Control Energy Cell 沒有 裡面完全沒講到開光在哪裡 就是原力啟動嘛 根本沒有 你看 你看OB王 就是這是1比1的大小 它有用1比1的書大小來用 然後裡面還有講到 達斯魔光劍喔 達斯魔光劍 可是你看這本書這麼短 怎麼做達斯魔光劍呢 你看喔 達斯魔光劍是雙刃光劍嘛對不對 嗯 雙刃光劍怎麼弄進去呢 我給你們看 就是 呃 有了 雙刃光劍 等一下喔 動一下 對不起 他就是把這個 摺葉的方式 等一下 動一下 真的你看 達斯魔雙刃光劍怎麼開呢 加醬 好慘 達斯魔雙刃光劍有四粒按鈕 他到底是幹嘛的 到底還有什麼功能 裝飾用 裝飾用 光劍上面的東西都是裝飾用的 OK 有沒有反 葛瑞菲斯 這隻 搶別人光劍的葛瑞菲斯將軍 他怎麼顯示四把光劍呢 你看喔 所以他四把都長不一樣了 對啊 對啊 可能是真的是搶來的 從不同的人手上搶來的 喔 對啊沒錯 對 所以囉就是 開關並沒有 設定 開 開關 根本就是做 有煩翠菲斯的光劍嗎 煩翠菲斯的沒有 因為他在 他在 這本裡面都是講電影的 所以 動畫裡面就沒有了 喔 OK 別哭別哭乖 什麼啦 你知道我們叫煩翠菲斯嗎 因為他想要 他想要 煩翠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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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講到漫畫的 所以就不好意思 喔 因為 我有握過那個什麼 那個 露克的那個光劍 應該沒有 就是你後來有做的那個 但是我一直都覺得這 超難握 露克那把光劍 根本就超不舒服 好不好 就是找他第一隻啊 就是 他第一隻他下面那個什麼 的突擊真的很痛 很不舒服 對啊 所以真的是裝飾用而已啊 裝飾用好看而已啊 這要怎麼拿呀 所以以前拿真的是 光劍真的是裝飾用好看的啊 對啊 那個什麼 他上面應該有 襯手的那個什麼 那個握把 老那麼多裝飾品 你都握住了 這是幹什麼 好看 可是你要看那個 鬥褲的那一把 他的 他的那個 拐杖啊 拐杖 對 那個就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拐杖超棒 對 我喜歡拐杖光劍 對啊 喔 對他這一把就是 沒有 我有講過啊 我有講過 不過如果那個時候 我要我要定做光劍 我希望是拐杖型 對啊 因為他他在武劍的時候 也很 也很帥你知道 他在武劍的時候 也的動作其實也是 很像那種那個 英國紳士然後 從拐杖裡面拔出劍來的 那種打架方法 我覺得 對啊 用愛啟動光劍告白啊 用什麼啟動 用愛啟動 用愛啟動 煩翠師是杜庫手的土地 最後實際是沙安娜 今天在失敗 對啊 那個下面留言講說 曼雅 那個在漫畫中 莉亞用過光劍 那又是白色的光劍沒錯 路庫他不是 不是Ventress的師父 他只是Ventress一直很想要成為路庫的徒弟 但是從 自始至終 他都是一直被路庫使喚來使喚去 沒有什麼 是一個很悲情的角色沒錯 就是想要 想要當徒弟的人 但是 被當工具人用這樣 對 而且他還蠻忠心的 對啊 盡心盡力的工具人 真的 跟大師摩一樣 嗯 盡心盡力的工具人 那個什麼 你們還有要補充了嗎 時間也是 3點15 你們真的是打算要弄到天亮嗎 沒有 至少要破我們昨天的上次的紀錄啊 靠北已經破了啊 破了嗎 破了破了 6個小時了嗎 還沒有吧 有啦有6個小時 那個 沒有啦9點半到現在還差15分鐘 就算沒有我也要說有 煩啊 而且我跟妳講 我真的要補充一下就是說真的 星際大戰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IP 你在兩個半小時真的演不完 所以 星際大戰目前的作法就是把很多東西的角色 在電影出現一下子 然後用漫畫或者是外傳方式把它解釋開來 例如說 例如說那個法師馬 法師馬就有出漫畫來解釋 就有出漫畫來解釋說那個 那個法師馬怎麼回來的 然後呢 霞道一號也有出漫畫 就是卡西恩跟K2怎麼出來的怎麼認識的 就是其實他們出了很多漫畫去補充裡面不足的東西 因為 星際上IP真的太大了 兩個小時根本掰不完 所以他們就選擇說 我讓這個東西在店裡面出來一下子 有興趣的人再去找補充資料 所以我覺得 以老星戰迷來講其實 其實老星戰迷是可以體驗說 每個角色只出來一點點啦 可是如果某些人只喜歡某些角色 或者說希望某些角色多一點的時候 出來太少就會告白 就例如說有人很討厭波波 那我們留言區就有留言說 超討厭波波的 對啊 超討厭波波有沒有 可是也有人很喜歡波波啊 例如說球巴卡 沒有我覺得球巴卡的故事算是很特別 就是他們 他很邊緣 他就是個配角 但是他不時的露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原來他還有私生活 那私生活還蠻好笑的 就是欸 本來只是想要吃個雞這樣 然後雞看起來很可憐 他就不忍心 結果到最後船上都是雞 然後還跟著他穿越到別的地方 其實我後來就一直在想說 這些鳥啊 就是到了別的星球 會不會破壞別的星球的那個生態體系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但是他看起來如此的無害 我想他應該到某個地方應該立刻滅絕掉 就是 是一個 因為他在 他感覺起來在那個島上就 沒有天敵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 好啦這個是 也就是 腦洞 因為他也沒有鳥嘴 他平常到底怎麼吃東西 對 看起來是狗 有啊他有嘴巴啊 對但是他的嘴巴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看這裡 沒有那個 看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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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裡喔 他有嘴巴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的嘴巴沒有那個什麼 就一般的鳥是間 有硬的東西嗎 就是鳥匯嘛 對不對 鳥嘴鳥匯 但是他看起來嘴巴像狗 搞不好吃草啊 到底吃什麼 怎麼可以吃成這樣子 沒有講吃什麼啊所以隨便啦 那個會產綠奶的那個奇怪動物 我一直都覺得那一段超惡搞的 然後擠一下直接來吃 我覺得在看第二次的時候更覺得那段其實很智障 一開始我們真的沒感覺 第二次看有仔細就是 你已經有餘餘了然後你就開始看那個演員的表演 瑞一開始沒有 就是他跟著他走然後看他去弄他的時候就是走到他邊的時候他 我覺得瑞那時候表情是很期待的 講說哇這位是大師啊 他他在弄那個什麼就是 這些這些動物看起來很痛苦他是不是要醫治他們 沒有那麼擠奶 把他搞的半天只想喝奶 超煩 超討厭的 我找錯人了嗎 對就是 那個 馬車路克 沒有因為前面前面的部分都有一種那個什麼遇到終於遇到神傳奇人物的一種感覺 所以他就像是瑞就像是那種那個死忠粉有沒有 就一直跟著他就守在外面這樣子 對那可是 接下來看到的時候都是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他每次都要做什麼奇怪的事沒有只是要捕魚而已 都是有一種這種奇東西 而且這動作感覺起來也很莫名 哇用那麼大的桿子 他一定很特別沒有抓要抓魚 然後就抱一隻魚回去要吃這樣 然後你知道嗎那個我們有人在回說 誒陸克這樣撐桿跳會不會有危險啊 我那天講說 你講是陸克嗎 我怎麼可能會擔心的話 沒有啊 就 總而言之我就覺得他前面那段 算是 我覺得前面那段就是相對的起來很輕鬆 所以我看輕鬆其實看的還蠻好 那個 市長還有做一張圖 那個天心者大師的一日生活週記 吃魚配奶 市長還有做一張圖 沒有 改一張圖那個圖超好笑的 對啊 只是我覺得那個什麼 但是 奇妙的是那個陸克好像不吃那個 波波手 對 只有 只有那個誰 只有邱巴卡在吃 只有邱巴卡在吃而已 我覺得那個什麼最近 有人批的圖真的還蠻好笑的 就肯德基的炸雞頭 然後中間放波波臉這樣 因為那烤雞真的還做的蠻好吃的樣子 你知道看起來 肉很多 土烤起來好爆 顏色烤得好均勻喔 黃金色 只是只是那個腳 腳看起來實在太太卡通了 真的太卡通了 但常在烤雞腳應該拔掉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 因為腳不拔掉會烤焦好不好 對啊 所以 我覺得那個什麼 邱巴卡難得有有有有有更多的事情 有更多的戲 而且其實 因為上一集的故事太悲催了 你知道 對啊 對真的 所以 難得有一些小事 但是 上次元帝覺醒不是有人念那個嗎 念賊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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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故意你知道嗎 因為 真的超級故意的 因為早先 因為早先 沒有因為比利盧德那個角色我是這邊寫一篇嗎 就不是莉亞的女兒嗎 對有演一個角色 因為早先他本來是要讓那個女生去試鏡那個瑞那個角色 如果真成功的話那只可能真的是他女兒 就真的有一種傳承的那個 而且這一次那個他女兒的戲份好多喔 對啊 我覺得他女兒的戲份好多 我覺得他女兒的戲份多其實是有一種故意的啦 就是 他要讓你知道說 有故意 他要讓他移情最後讓大家對利亞不要帶那個 對啊 沒有還有另外一邊就是我也覺得他 讓 他在這個這個地方就是 反抗軍裡面而且都還跟在 波的旁邊 就有點就是告訴你說反抗軍 其實 所有反抗軍全部都是利亞的 然後很好笑 都是他的孩子 這樣 利亞公主破門而入嘛對不對 他女兒還這樣 嗚嗚嗚嗚嗚嗚 好像打那種 喔你說他 他女兒做錯事被媽媽找到的感覺你知道嗎 其實有點可愛 有點小小 我們那時候就在講說 你家女兒跟壞男生 媽媽的那個反應是 直接把男生打暈過去 而且利亞公主這一次其實有很常在諷刺那個po說 不是不是每一次你只要出動x win 有高超的價值可以解決一切 沒有 不是每次都這樣 因為事實上他在 之前的戰爭損失太多人了 所以他看到po又為了 為了一時之爭 又出動 艦隊整個轟炸隊都沒了 有沒有 只為了炸掉 我跟你講 利亞公主是考慮到整個戰力的分配 你看喔 他一整支轟炸隊都沒了 炸掉一台衛艦 帝國多少台 有沒有 他事實上 他以比例來講反抗軍損失的更多 沒有因為反抗軍的數量已經很少所以你在這樣其實是非常 所以他最後 內幕其實也就幾個鏡頭就就解決掉這邊就是看一下那個 他們那個帳面 然後他表情很凝重你就知道 波這一次做的事情其實不是好事情 你知道 就是 應該是說他換了位子 就是 他 雖然變成Leader但是他沒有換倒帶 他還是一個士兵的 的那個價值觀 對啊 對士兵來說那個什麼衝鋒陷陣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光榮戰士 這是最棒的事情 標準 原來講他就是標準的英雄主義 就是我很強 我很厲害我可以怎樣 可是卻沒考慮到後果 他只想說炸掉誰誰誰誰 他說我一命跟你壞一命我 我一支轟炸隊換你一整的艦隊 我賺 可是他們卻沒想到比例問題 對啊沒有是因為他們自己本身的那個 已經人已經太少了 所以他其實就不太願意他們 我覺得那個時候 與其是飛機 墜毀還不如是人 還是死的太多 人很難 人才真的很麻煩 對啊 是啊 欸上那個有人說 上次三點剩六十幾個 這次好九十幾個 是啦是啦 對 三點 二十四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真是的 有人問說那個法師馬 會不會出漫畫再回來 我告訴你 法師馬絕對會出漫畫再回來 而且法師馬下一集會更帥 我跟你講 大俠突然間跑回來 大俠是 要補充什麼 大俠又回來了 大俠拉回來 大俠我覺得大俠是要說他要下線 三點半了 瘋了嗎 麻煩的步驟 而且排隊 排隊真的排蠻久的 對 就是 對 所以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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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善良的戰時》 《戰時》 《正義在你》 《讓血中汹流》 澎湃 《戰時》 by bwd6